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部剧的综合实力无疑是非常强的 而且从已知的物料中 刘水条条展现出了非常高的制作水准 担当男主任嘉伦不仅再现了帅气的古装 而且与李兰迪同胖画面中 所呈现出来的CP感也是非常的足 在任嘉伦的抗剧能力支撑下 在有助如此雄厚阵容的助力 刘水条条已然是未来最具期待值的古装剧之一 最后则是无忧度 虽然在宋祖儿相关问题曝光后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剧集的开播进程 但伴随着宋祖儿有望全身而退 相关作品能正常播出的消息传出 让无忧度又再度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剧集 作为一部有助名导林玉芬坐镇的古装奇幻剧 无忧度不仅有助融合了探案 爱情等诸多元素下 非常精彩的剧情 而且在制作上也是十分的精良 出色的动作戏呈现 水准在线的特效 绝对的高质量佳作 即便是抛开宋祖儿不谈 该剧也有助人嘉伦 宣言 汉妮克兹领衔的雄厚阵容 若能顺利开播 无忧度已然是具备了成为黑马爆款剧的前置 根据目前的档期安排来说 抛开不确定因素太多的无忧度外 其他两部剧均存在住今年内开播的希望 毫无疑问 当以上的三部新古装剧陆续播出 在剧中都有助出色发挥的人嘉伦 显然又要迎来人气和热度的提升 甚至有望迎来事业的再度腾飞 虽然人嘉伦的确已经到了该考虑转型的阶段 但若人嘉伦能在古装圈中继续保持好状态 并能接二连三的奉献出爆款剧 继续深耕古装货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吧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